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谓是妇孺皆知 明成祖朱棣呢 也就是从侄子手里边 抢了皇帝宝座的那位 什么边永乐大典啊 派郑和下西洋啊 文治武功 那也是多得数不胜数 至于这两位之间的那位 建文帝朱允文 虽然在位只有短短的四年 可是他的知名度那也是相当的高啊 他的生死下落至今 还是一个慰藉之名 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不过夹在这三位皇帝中间呢 其实还有一位准皇帝 可能就不是人人都知道的了 但是发生在此人身上的故事 其实也很有意思啊 今天的节目 咱们就来说说这位准皇帝的一些事 那是公元一三九二年四月的一天 大明都城应天府的一座豪华宅院里 突然传出了一片哭声 怎么回事啊 原来是这座豪宅的主人 死了 死讯很快就传进了皇宫 朱元璋一听到这个消息 惊得那是一屁股坐在地上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难怪朱元璋会伤心成这个样子 感情死的这个是他儿子 朱元璋有二十多个儿子 死的这位呢 偏偏还是他的长子 培养了多年的接班人 大明帝国的太子朱镖 当然了生死有命 就算你贵为皇储太子 老天爷也不能保你长命百岁 白发人送黑发人 也没什么奇怪的 这世上屡有发生 可是对后世的人来说 这位太子的死 却是一桩历史迷案 那么迷在哪里呢 按照史书里的记载 朱镖是1355年生人 死的那一年刚刚37岁 可谓正当壮年 虽然说古人的平均寿命 没有今天那么长 可是作为享受着最好的 生活和医疗条件的太子 37岁就一命呜呼 那也未免太早了一些吧 更为关键的是 明朝的宫廷档案里边 对于这位英年早逝的太子的死因 各位 是啊 堂堂太子才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就死了 是得病 还是遭遇了意外 按说宫廷档案里边 总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吧 档案里什么都不说 就含含糊糊的 一笔带过 后人读到此处 能不起一心吗 那么 朱镖真的是被人给害死的吗 本事大到能够对太子下毒手的 又会是什么人呢 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说这个话题之前 咱们还是先简单了解一下 这位太子爷朱镖吧 朱镖出生于公元1355年9月 是朱元璋的第一个孩子 他的亲生母亲 也就是朱元璋的结发妻子 那位鼎鼎有名的马皇后 马秀英 也就是民间传说的 那个大小皇后了 当然了 朱镖出生的时候呢 朱元璋还没有当皇人 只是原末农民洗衣军里的 一名首领 那一年 还是朱元璋创业过程当中 最艰难的时期呢 他好不容易打下了一块根据地 转眼又被援军 给包围在了安徽的太平路 差点啊 就让人给灭了 所以 马秀英怀朱镖的时候呢 生活条件实在是不怎么样 不光是缺吃少喝的 外加颠沛流离和担惊受怕 结果呢 小朱镖一生下来 就体弱多病 就有点先天不足的意思 还好 在马秀英的精心照料之下 朱镖总算是平平安安的长大了 因为从小在以名势力而著称的 马秀英身边长大 成年之后的朱镖 性格呀 也随母亲 宽厚仁慈 没什么太大脾气 跟父亲朱元璋呢 完全不一样 公元1364年 朱元璋打败了最大的竞争对手 陈有亮 颇阳湖大战嘛 被部下推举为吴王 刚一称王 他就按照规矩 立长子朱镖为世子 到了1368年的正月 朱元璋统一江南 在南京正式称帝 大明建国的第一天 朱元璋又立朱镖为太子 明确 朱镖就是自己的接班人 公元1377年 也就是朱镖22岁的时候 朱元璋还干了一件事 他下旨说 太子年纪已长 今后一切正事 并起太子处分 意思看起来非常明白了 我老朱啊 打拼多年啊 辛苦这么多年 累了 准备退居二线 想几天轻浮啊 今后国家的事情 都交给太子来处理吧 让年轻人好好锻炼一下 考察考察 为正式接班做准备啊 估计朱镖当时没想到 啊 这个锻炼考察期 怎么会那么长呢 啊 一直长到 他死了都没结束 好了 朱镖的生平 大致就是这样 咱们还是说回到 他的死 前面说了 宫廷档案里边 对他的死呢 只有简单的几句话 大概就是 他是病死的 至于得了什么病 病了多久 都没提 那么 正式之外的史料里边 对于这位太子的死 又有些什么样的说法呢 下节说 大明太子英年早逝 死因不详 令人生疑 是被兄弟下毒所害 还是被父亲惊吓致死 种种令人惊悚的传言 又究竟因何而起 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明史等宫廷档案里边 对于明朝的第一位太子 朱镖应年早逝的原因 那是含糊其词 一笔带过 似乎在隐瞒着什么 那么 在其他的史料里边 有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呢 还真有 其中有些说法 那还是相当的惊悚 比如说 在明人何乔远 写的明山藏 还有作者已经没法考证的 奉天静难记 这两本书里边 就都肯定地说 朱镖啊 绝不是正常死亡 而是暴毙 说到再明白一点 他是让人给害死 书里还添油加醋 把这两个弟弟平常 怎么鱼肉百姓啊 作恶多端的详细描绘了一通 听得朱元璋那是 怒发冲冠 蹊跷生烟 对这两个儿子 简直是就起了杀心了 只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强 这个秦王和晋王在南京 在皇宫里边 估计是早就布下了眼线 朱镖在父亲面前 告两个弟弟黑状的消息 很快就被送到了西安 这两位王爷 自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接到消息 听听就算了 不可能 好你个朱镖啊 你这是要把我们哥俩往死里头整啊 既然你当大哥的不仁 那就不要怪我们做弟弟的不义 朱爽和朱刚一合计 决定了一个先下守卫墙 他们花重金 买通了太子府里边太监 往朱镖平常喝的补药里边下了一点毒药 这才有了太子的突然暴毙 怎么样 上面说的这一段 听起来至少在逻辑上 那是合情合理的 咱们常看的各种宫廷剧里边 亲兄弟之间为了争夺皇位 不惜手足相残的情节 那比比皆是 真要发生在这个朱家哥三身上 那很正常 一点不奇怪 那么 这会不会就是朱镖壮年暴毙的真相呢 对于如此富有戏剧性的历史迷案 后世当然有不少的学者 专门做过研究 不过 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 得出的结论一般呢 都比较一致 说这个说法呀 纯属恶意杜撰 这是往朱家兄弟头上扣屎盆子呢 按多数更可靠的史料记载 朱镖不但没有告秦王和晋王的黑状 相反 他还救过两个弟弟的性命 将你去查访秦王晋王的事 都查明白了吗 哦 已经查明白了 秦王的宫殿 是豪华了些 但绝没有 私自建用皇帝一仗 鲁布之事 至于晋王 伪劣扰民之事 我觉得 御史也是夸大其词 采坏点卖田是真的 赔偿了就是了 而御史作报的 为烈石误伤人命之事 确实没有 朕真是老糊涂了 把查办自己亲弟弟的大案 交给你去办 这不等于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吗 电视剧里的这段情节 就是编剧根据正史编写的 按照正史里的记载 朱镖从西安调查回来之后 不但没有告两个弟弟的黑状 反而像电视剧里边演的那样 处处替两个弟弟开拓 争取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而且正史里还提到了 朱元璋之所以 剥夺了秦王和晋王的封地 把他们哥俩调回京城 并不是两个人 真有什么谋反的举动 而是朱元璋想迁都 看中了西安这个地方 可是西安已经分给儿子了 做皇帝的金口预言 总不能平白无故地 把已经给出去的东西 再要回来吧 那怎么办呢 朱元璋这个人的性格 大家都清楚 只要能够达到目的 是什么手段 那不是问题 哪怕是冤枉自己的儿子 也无所谓 于是乎他就借口 秦王晋王 行为不端 剥夺了他们的封地 还把哥俩调回了南京 史料里边还明确记载了 后来朱元璋也不知道 怎么改了主意 又不想把都城迁到西安了 于是乎呢 秦王和晋王就回到了 各自的封地 继续当王爷 总之吧 这朱标没有陷害 两个弟弟的动机 历史上 哥仨之间呢 也压根就没有 你死我活的 深仇大恨 说弟弟下毒 害死大哥 这个说法 一定不靠谱 好了 那么这第一种说法 可以否定了 那关于朱标的死 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吗 有啊 这个说法呢 比上一个 更具有戏剧性 他说朱标啊 是被他爹 活活吓死 这样的说法 又出自哪里呢 我告诉你啊 他出自 明史 有记性好的观众 肯定要问了 不对 你刚刚说了 明史里边 对于朱标的死 只有区区 皇太子 轰 这几个字啊 没有说他是被吓死的呀 怎么这一转眼 你就改了口了呢 这个问题呢 我得给您解释解释 明史里边 的确是没有直说 朱标是被朱元璋吓死的 可是如果 读得仔细的话 您就会发现 很多相关的记载里边 处处都在暗示着 这个结论 那么怎么个暗示法呢 明史说 朱标虽然是 朱元璋的第一长子 没有任何争议的接班人 可是实际上 朱元璋对于这个接班人 并不满意呀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他 天生体肉多病嘛 性格又厚到软弱 这跟精力旺盛 性格强势的朱元璋 那完全是两条路子嘛 从性格脾气上来说 不爱读书 爱打仗的四儿子朱棣 才更对朱元璋的胃口 瞧瞧我们家老四 越长越像我 这气魄这风度 你又夸他了 这么点孩子 哪有什么风度气魄可言呢 从小看大三岁看老 咱们家老大虽一封为世子 可我看他 太懦弱 太优而寡断 缺少点帝王之尊 哼 我就看我们家老四不错 只不过继承人力敌力长 那是中国传了几千年的礼法 朱元璋呢 也不敢不遵守 他只能是忍痛割碍 继续让这朱镖当太子 可是在内心深处 朱元璋从来不相信 朱镖能干好皇帝这个工作 所以呢 即便他主动宣布要退居二线 让太子监国理政 实际上却还是牢牢把这各种权力不放手 说是朝廷大小政务让太子先行办理 实际上 朱元璋大事小事都不撒手 刚刚让太子办理政务 朱元璋便派遣奸扎一使寻干周见 愿他们是有当言者虚以实论列 故事虚文 这等于是让这些监察御史们 直接向自己揍报 太子则很难得知 更无法进行裁决了 这么一来 朱镖的地位就很尴尬了 认真管事吧 各种决定权都在老爹手里边 自己说了不算 这活没法干 不管事呢 老爹给人以监国太子的名分 任何机会 你敢撂条子啊 那就属于烂泥巴扶不上墙 几乎还怎么接班啊 是左也不是右也不行 这朱镖的日子呢 实在是不好过 就这样 朱元璋还时不时的要敲打一下 跟朱镖走得近的大臣们 也警告群臣 不要因为让太子理政 你们就可以别抱疲吧 紧急在太子的门下 成为太子党人 可想而知啊 朱镖这个准皇帝 当的是有多么的郁闷 整个一个如履薄冰啊 不过 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嘛 性格再软弱 身上好歹也有三分的血性 我们说倪人儿 还有三分土性了 是不是 有的时候觉得 朱元璋做得太过分了 朱镖呢 也会壮起胆子来 这个提出不同看法 甚至顶撞他老爹 比如说在前面提到过的 明山藏这本书里边 就说了这么一件事 说有一回朱镖审理各地 报上来的死刑案件 朱镖觉得呀 杀人太多不太好 就把一些可杀可不杀的案子呢 给改判了一下 想少杀几个人 谁知道 他的意见送到朱元璋呢 朱元璋呢 杀人就是爱好啊 大笔一挥 又全给推翻了 朱镖就劝老爹 立国当以宽人为本 靠杀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一听这话 朱元璋勃然大怒 罩着儿子一通臭嘛 臭小子 难道还有你来教我 怎么当皇帝吗 至于朱镖的反应呢 这史书上用了四个字来描述 叫既害不移 那就是吓得浑身乱抖啊 半天都没缓过神来 还有一次 说红武七年 朱元璋宠爱的孙贵妃死了 朱元璋下令啊 让在京的所有皇子 全部都给孙贵妃扶桑一年 可是朱镖不愿意 孙贵妃又不是我亲妈 是吧 我亲妈马皇后 是吧 我意思意思得了 凭什么让我扶桑一年呢 这也不符合自古以来的礼法呀 一看这个 一向老十八教的太子 居然在这件事情上 敢违抗自己的命令 朱元璋又发表了 这次呢 他不光是动嘴 而且还动手 抄起身边的凳子 就照着儿子砸了过去 幸好朱镖呢 这身手还算是灵活吧 一闪身躲了过去 在明示里边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要表达的意思 无非是 朱镖监国期间 表现不怎么样 经常惹朱元璋生气 朱元璋的脾气不好 动不动发飙 对这个已经几十岁的儿子了 那是又打又骂 所以父子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而奉天靖南纪里边 那更是直接说 朱镖 所为多师道 吕为上皇都泽 天长日久啊 他就心生愿望啊 他愿到什么程度呢 常于宫中行诅咒 又善目勇士三千余 东宫之兵位 朱镖不但诅咒 自己的老爹早点死 甚至还暗中招兵买马 准备搞政变 直接干掉老子 只可惜事情没办成 败路了 还没等朱元璋着手处理 那朱镖自己就悬挂了 说到这儿 我想你也不难看出啊 明史还有其他一些野史吧 写这些事情 无非都是在暗示 朱镖身为太子 却处理不好 跟父亲的关系 造反不成 心理素质又差 最后活活吓死 那么这种说法的可靠性 又有多大 上节说到明史 以及其他一些史料 都在暗示 朱镖是因为跟朱元璋 关系不好 心理素质又差 于是被暴劈气的老爹 给活活吓死 那么这种说法的可靠性 有多大呢 有专家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 还是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不靠谱 凭什么下这样的结论呢 因为他们发现 凡是带有这种观点的史料 那都不是第一手的材料 而是被人改过了的 被谁改的呢 就是这位啊 谁得意 谁就是嫌疑人嘛 朱元璋的四儿子 朱镖的四弟 大名鼎鼎的名成祖 朱蒂 朱蒂的事迹 那就不用再细说了 这位一直镇守北方 原本跟当皇帝 没有任何关系的四皇子 在朱元璋死之后 发动了著名的 静难之意 从侄子建文帝 朱与门手里边 把皇位给抢了过来 那么史料里边 关于朱镖的那些事情 跟朱蒂 又能扯得上什么关系呢 这里咱们得 好好地拜扯拜扯 俗话说呀 可以马上得天下 不能马上治天下呀 靠枪杆子 靠刀枪吧 朱蒂可以夺侄子的皇位 可是当了皇帝之后呢 他还有一项 非常重要的工作 必须得做 那就是 用现在的话来说 证明自己当皇帝的合法性 朱蒂得让老百姓们相信 自己不是谋朝篡位的 乱臣贼子野心家 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我本来想 安安静静地 做一个美男子王爷 可是呢 我的爹地 年纪大 脑子犯糊涂啊 学的两个接班人 我的大哥朱镖 我的侄子朱允文 这个实在不是当皇帝的材料 我可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老人家 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 败在这两个人手里啊 我这才起兵静难的 逼不得已我做了皇帝 其实我根本就很为难嘛 对吧 至于我哥哥和我侄子 这两个家伙 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不像话 书里面都写了 你们自己慢慢看 为了表达这个目的 朱棣找了一帮文人 对于宫廷档案 进行了大肆的篡改 另外还编写了大量 野史散布到民间 内容嘛 无非就是前面 我们说过的那些东西 什么朱元璋 从小就喜欢朱棣呀 一直都有心 要传位给四儿子呀 只是朱镖心眼多 心肠坏 经常在老家面前 说几个弟弟的坏话呀 这才让朱元璋没有另立太子 后来朱元璋终于看出 朱镖不是个东西了 父子翻了脸 朱镖于是暗中密谋造反 只可惜心理素质不过关 事情刚一败露 就把自己给吓死了 正因为这个原因 明史和各种流传至今的野史里边 才有那么多关于朱镖的 不实记载黑材料 朱镖篡改历史 那已经是被众多史学家 所证实了的 其实不用专家考证 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的破绽 比如说 以朱元璋的暴脾气 朱镖要真的像书里边 写的那么不堪 不入父亲的发言 那早就被朱元璋 踢到一边去了 怎么可能当那么多年的太子 对不对 事实上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朱镖都是理想的皇位继承人 此人性格宽厚温和 跟兄弟跟大臣 都能够处理好关系 这样的人 让他带兵打仗 或许少了点魄力 可是大明江山早就打下来了 当一个守城之君 那朱镖这样的人 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点道理 以朱元璋的识人之名 又怎么会不明白呢 事实上 朱元璋不但从来没有过 换太子的心相反 为了能够让朱镖顺利接班啊 他是费尽了心思 第二天 朱元璋把太子朱镖叫来 将一根布满极次的墓障 扔在地上 让他把墓障拾起来 看到布满极次的墓障 太子朱镖有些为难 实也不是 不实也不实 不实也不实 朱元璋见状笑着说 朕令辱持杖 如意为杖上有刺 霸伤如首 若得极次除气 就可无益 朕今所路诸臣 便是为辱出刺 辱难道不明白真意吗 也就是说 我让你拿起墓障 你认为墓障上有刺 拿起来怕伤手 若是我把墓障的刺全部除去 你就可以不用担心了 如今 我所诛杀的竹尘 都是险恶之人 有如极次 我为你除去极次 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思吗 看到这儿 有观众肯定又要问了 说了这么多 各种说法都被推翻了 那他到底为什么应年早逝呢 前些年 南开大学历史系的 于心中教授 专门写了一篇论文 来探讨这个问题 这篇论文的名字叫做 名义文太子朱镖尊贵 而郁闷的一生 文章的主要观点 那就是朱镖的死 应该是属于正常死亡 病死的 不过呢 他之所以死得这么早 跟朱元璋多少 还是有一点关系 那么是什么关系呢 论文说 朱镖身为储君 却摊上了一个脾气火爆 又喜欢揽权的强势父亲 难免经常受各种委屈 性格内向的朱镖 受了委屈 也只能憋在肚子里边 憋屈时间如果不长呢 还能慢慢消化 偏偏朱元璋还长寿 这朱镖这个憋屈太子 一当就是十几二十年 整天就生活在郁闷 紧张 甚至是惊吓之中 再加上他先天 不是特别足吗 从小体肉多病 最后不短瘦 不出大病才怪呢 所以于心中教授认为 朱镖的英年早逝 主要还是和长期生活 在紧张和压抑当中有关系 咱们普通人 虽然没有皇位要继承 但是生活当中 处处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看了今天的节目 咱们得接受朱镖的教训 学会排解压力 放松心情 这个日子才能够越过越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